以下嘉宾访谈环节是由闲市金融有限公司为您带来 闲市金融是加拿大成功人士理财规划的首选 欢迎来到国在五点的各位嘉宾访谈环节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是请到了加拿大华人同乡会的 联合总会的执行主席于盈女士来到我们的节目 其实于女士呢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主要是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们马上即将到来的这个新春年会 那么于女士在访谈之前先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各位好今天那个非常荣幸得到温温电视邀请 特别是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今天是新年的前一夜吧小年夜 那么我们代表我代表加拿大华人同乡会联合总会 向各位父老相亲恭贺新年 祝大家身体健康 合家幸福 万事如意 说得非常的好 尹女士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呢 主要是首先来在这个介绍我们的年会之前 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加拿大华人同乡会 它是何时创立的呢 它是确切地说是在2011年的6月份 当时是因为有一些特殊的事件发生 那么我们的创会会长是当时湖南同乡会的谈根 他因为当时觉得有这个需要 然后呢联合下各个华人的那个团体力量 建立这么一样一个平台 主要是想建立这种应急的那些这种机制 然后互助 互助主要是以互助的 互助的形式 对 那就等于一开始建立我们的这个同乡会的目的 其实还是要我们的华人守望相助 那您介绍一下它的宗旨是什么呢 对我们的宗旨呢也主要是服务这个本地的那个加拿大的华人侨胞 然后是新老移民 当然包括留学生 因为我们当时起因也是因为留学生的一些恶性事件 那么我们觉得要共享一些资源 和这些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 能把这些工作做得更好 等于就是以一种就是老移民来帮助 帮扶新移民和留学生的方式 那么建立的我们这个同乡会 那同乡会您刚才说了是在2011年建立的 那么在这几年来我们都举办过什么样的主要活动 对刚才说到咱们那同乡会的这个组成的来源呢 其实还是需要介绍一下 好 因为我们这边呢是以大陆华人同乡会 主要以审计为单位的同乡会和直辖市为代表的同乡会建立起来 目前有24个这么样一个同乡会的那个会员作为理事成分 那么它呢等于说可以囊括全中国的那个所有的省份 那么它的特点呢是具有广泛性和包容性 那么也就是说它广泛就是等于说所有的这些省会 这些省市都包括 包容性呢就是说新老移民啊 还有留学生几乎是代表最有代表这种 我们这些大陆华侨的社区各个方面吧 各个角落团体 所以就是比较广泛 比较就是说有一些选面的 对也非常有代表性 也相当于是一个平台 听您刚才说像我们的这个同乡会 其实已经涵盖了我们加拿大华人的各方各面 包括新移民包括留学生 包括老移民如果有需要的话 都可以求助于我们这个同乡会 那刚才我就非常对这个我们同乡会 四年以来的这个展开的活动非常感兴趣 你赶快跟我们介绍一下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这几年呢做一些工作 因为这些同乡会本身 它这些很多协会都已经都十一二十年的历史 他们对自己的协会啊 还有就是同胞啊做了很多大量的工作 此外呢就是说这几年呢我们总会成立了以后呢 主要还是做了一些具体活动吧 包括是文化宣传啊 这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说那个走进 就是说中国国粹走进多伦多 那么中国国粹是京剧吧 走进多伦多 另外还有就是海上申明月 天涯共此时今年大型的那个中秋晚会 这个活动也是非常大型的 另外我们以前也是合办过 这个是合办的 合办过一些就是包括华夏节 另外呢就是青少年寻根之旅夏令营活动 今年呢我们又接待国内的那个中医名家讲坛 文化中国这样的一些活动 但是最突出的呢就是也是我们同胞会的一个品牌 就是我们每一年自从第一年开始 实际上确切说是一二年的春节 开始每年都是组建建立一个就是 我们叫庙会中国嘛 因为大家到过年的时候都希望有一个这样的活动 今年我们是我们叫欢庆中国年相聚多伦多 对今年呢是叫青春年会 但是意义都是一样 等于在这个庙会的基础上 我们又发扬了发扬光大了一下 变成一个年会的这样一个性质了 那既然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年会 不如就请我们的这个余主席跟我们介绍介绍 今年的年会就是他创立 其实你刚才已经提到了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春节的时候 大家热闹一下剧本一下庙会 那么它这个它的特色都包括什么 都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对自从2012年呢 当时我们也是创意的时候就想 加拿大的华人在海外嘛 就是说远离那个母亲国 这样呢是很希望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 有一个机会有一个平台大家能够一起来欢庆 那么同乡会联合总会它有它的广泛性 那我们也希望带动更多的人来继续参加这个活动 所以自从2012年以来吧 基本上都达到是将近三千多人吧 那么场地啊还有这个服务的设施 主要是包括一些小吃啊 那个商品啊摊位 还有一些商品介绍 就是宣传介绍 另外呢主要还是有一个历史好几个小时 以前也就是五六个小时的演出 大型活动演出 对这两个是比较突出的一个特色 可以说是把我们这个整个三年活动的 可以说是规模相当的大 对因为各个协会都积极参与嘛 其中还有一些文化介绍啊 比如说是游艺啊 那个猜谜 另外还有就是一些那个图片展 对还有书法画展这些东西 可以说涵盖的方面也非常的广泛啊 那我就不由的想问一下您 就是参加这些活动 像您刚才说的 如果像我们普通的华人朋友们 不用说了来参加这个春节的活动 非常开心 那您刚才说有书法 有表演 有小吃 有文艺 有商品介绍 这些准备的这些功夫 都是由谁来完成的吗 都是志愿的这个同乡会的成员吗 是是这样的 刚才不是提到我们的那个基本成员 都是以各省直辖市的一些协会 那么其实其中呢 我们的理事会是会长 带动他们的那个骨干 各个协会的骨干 还有就是协会的会员 这些资源来 各方面资源来参加这个活动 所以大家都带有很强的热情 因为我是第三届的那个执行主席嘛 所以呢 前面的两位执行主席吧 付出了大量的那个工作 然后把我们这个这个活动啊 还有就是资源啊 现在就是达到了一个非常团结 而且就是热情 非常具有热情的这个 这样一个一个活动的氛围 是 所以呢 大家都急急参加 有今年可能 就是说差不多会有几百个义工 一起来投入这个活动 大家都听到了是义工啊 大家都是就是分文不取 为大家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 那么从这个 呂主席的言谈话语当中 大家也可以感受到 其实呂主席是一个非常细致 非常周到的这样一个人 就是介绍 包括介绍我们的同乡会 介绍这一次活动 很多的细节都巨细迷 都给我们说出来了 那么这个 这个我们的这个年会 大概要筹办多长时间呢 实际上今年因为是 我们换了一个场地 因为以前的 因为停车的问题 所以我们呢 今年就是达到 其实六千多人的那个人流量 这样呢 对我们的活动有更多的要求 是 比如说停车啊 还有就是活动场地 这次我们的场地呢 位置更好 在105 Gibson Center 在Steel和Worden这个位置 比较好找 所以将近五万尺的那个场地 停车的场地 不是停车 是活动场地 跟活动场地 室内的活动场地 那么停车呢 大概上千辆都没有问题 因为周围的所有的商家 还有就是停车位啊 我们都沟通好了 都很帮衬 提供是免费的 停车场地 没有过去的现象 那么里面的功能呢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 我们还有一些突破 除了这些 今年的摊位 有150 将近以前的Double吧 就是双倍的那个摊位 非常好 然后演出呢 达到六个小时 说到演出还有海选呢 1月4号 对 1月4号的时候呢 是在那个挺秀中华 下午1点到5点 就是进行海选 这种节目选拔 希望大家也都是能前场 前往那个帮助一起挑选 好的 那么其实在节目最后 我们要以一个华人朋友 非常关心的这个问题 作为结尾 因为呢我们的这个 加拿大华人同乡会呢 最近正在向联邦政府 要求十年签证的问题 您把这个十年免签的问题 您把这个情况 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我们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些社团啊 大家都是非常关心 我们同胞切身利益 所以呢 一直关注这个方面的情况 也进行了大量的一些 切除啊 了解啊 还有研究 所以呢 我们觉得这个 非常具有现实需要 没错 那么我们了解的情况呢 包括我们认为呢 就是说 叫什么剃头师傅 两头热 就是插一头都不行 所以呢 我觉得呢 我们呢 尽量以我们的角度 做一些工作 所以呢 就是希望大家能参加 积极签名 好 那么呢 也是希望啊 我们这个倡议非常好的 这样一个出发点 非常好的倡议呢 能够得到联邦政府的一个重视 能够尽快地实现 我们十年免签证的 这样一个目标啊 所以更多信息 要从我们的网站 就是3w.conco.ca 这个网站上 现在电视机屏幕上 已经出现了 我们的这个 加拿大华人同乡会的网站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一定要登陆网站 或者按照电视机屏幕上的联系方式呢 来查询我们华人同乡会的信息 那么今天非常感谢 余主席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您 感谢你们 感谢 好 我们现在进行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活在五点 按照— । 唯 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